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6月12号,欢迎收看本期今日美国,今天的主要内容有 美国众议院共和党投票判定,司法部长加兰表示法庭 星际飞船发现更多氦气泄漏,与航员推迟返回地面时间 美联储维持现有利率不变,暗示今年只会有一次降息 白宫对拜登之子定罪案闪烁其词,99岁吉米卡特已处在弥留之际 新冠病毒今年夏天流行两个变种,班农紧急向法庭提动议免入狱 律师团队期待他担任竞选顾问 共和党控制的美国众议院6月12日投票判定司法部长加兰藐视法庭 因为他拒绝交出特别检察官采访民主党总统拜登的录音 该判定以216票对207票通过 其中一名共和党人与民主党人一起投了反对票 司法部已经交出了这次采访的笔录 特别检察官胡尔在2月份发布了一份报告 将81岁的拜登描述为善意的记忆力不佳的老人 这次采访引发了一场政治风暴 白宫声称这些录音属于行政特权 众议院投票认定加兰藐视法庭将使司法部陷入尴尬境地 必须决定是否起诉自己的领导人 波音公司的星际飞船上周成功搭载美国宇航员的两名宇航员 威尔默尔和威廉姆斯与国际太空站对接 但星际飞船现在被发现有五种不同的氦气泄漏 何时能把宇航员带回地面则有待观察 波音公司的星际飞船在上周发射升空之前和之后 就已经发现有少量的氦气泄漏 星际飞船上的氦气用于航天器的推进器系统 使推进器在太空航行时能够点火 然而波音公司称 少量的氦气泄漏不会对飞船造成威胁 按原计划 威尔默尔和威廉姆斯在国际太空站的任务 将于6月14日完成 之后将搭载波音公司的星际飞船 脱离国际太空站并返回地面 现在这两位宇航员返回地面的时间 至少推迟到6月18日 美国宇航局公布的消息虽然没有说明 推迟返回地面的计划更改 是否与国际飞船的氦气泄漏 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但波音公司的最新消息说 他们正在评估 服务舱氦氦气气管中的5个泄漏点 是否会对任务的剩余部分产生影响 波音公司的星际飞船 在尝试首次载人试飞时 经历了艰难困苦 包括无数次延误 停工和技术失误 以及2019年的那次 无人是非的失败 这就让人们担心和怀疑 波音公司的星际飞船 是否能安全无顾虑地 把宇航员送进太空 并安全返回地面 虽然星际飞船发射成功 与国际太空站的对接 也在第二次尝试中完成 但直到把威尔默尔和威雷姆斯 安全带回地面 它的任务才算结束 上个月在星际飞船发射之前 波音公司的工程师团队 就发现了氦气泄漏问题 但官员们对此轻描淡写 认为泄漏程度 不足以推迟 其前往国际空间站的旅程 在6月6日的发射过程中 太空舱在升空时 发生了更多的氦气泄漏 与国际太空站对接后 更明确发现了服务舱 氦气气管的5个泄漏点 幸运的是工程师们确定 太空舱有足够的氦气 完成返回地面任务 本周三 美联储宣布 现阶段维持利率博变 按十年底前 只有一次调降利率的可能性 同时 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表示 长期利率高于此前的预测 美联储公布的消息 与市场期待稍有错位 市场期待央行 采取更为宽松的政策 而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 决策团队认为 近几个月来 在实现通胀率控制在2%的目标上 只取得了一些进展 因而长期利率高于此前的预测 即便如此 市场仍然略微乐观地认为 年内有望达到 美联储设定的通胀2%的目标 从而美联储有可能在年底前 做一次降息的动作 美联储在为期两天的会议结束之后 发布的消息说 过去一年 通胀有所缓解 但仍处于高位 近几个月来 委员会在实现2%通胀目标方面 取得了适度进展 而在此之前的措辞是 没有进一步进展 另外 委员会表示 期待明年会有四次降息的可能性 总计一个百分点 甚至有五次降息 总共1.25个百分点 如果预测成立 到明年年底 联邦基准利率将维持在4.1% 另一个观察重点 在于长期利率的预测上 长期利率从2.6%升至2.8% 表明长期利率走高的说法 在美联储官员中 越来越占主导地位 周三上午 劳工部统计局公布了 五月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 五月份的通胀率持平 而年率则比四月份 略有下降为3.3% 而这仍然远高于 美联储设定的2%的目标 2024年第一季度 GDP仅以1.3%的年化速度增长 四月和五月的数据 好坏参半 但亚特兰大 领储最终的GDP增长率为3.1% 这是一个稳健的速度 尤其是考虑到过去两年来 一直困扰经济的持续衰退担忧 拜登总统之子亨德拜登 染毒构签案被定罪之后 白宫与本周三对此案的评议 闪烁其词 但并未排除拜登要为儿子 请求减刑的可能性 周二 陪审团一直裁定 亨特拜登被指控的三项 染毒构枪罪名全部成立 而彼时 拜登总统正在计划 前往意大利出席七国集团峰会 此前 拜登总统表示他不会原谅儿子 但在陪审团定罪后 拜登表示 为他的儿子戒毒成功 感到骄傲 同时接受陪审团的裁定 本周三 媒体追问白宫新闻秘书 让皮埃尔 白宫是否有可能 为亨特拜登请求减刑 得到的回答是 自订罪消息公布以来 总统还没有和我谈过这件事 众所周知 法院的判决日期 现在还没有安排 让皮埃尔说 有人问他 拜登总统赦免的问题 有人问他审判的问题 他回答的都非常清楚 非常坦率 我们知道 法院的宣判日期 还没有定下来 除了总统说的话 我什么都不知道 法院虽然对亨特拜登的 判决日期尚未确定 但外界估计 判决日 会是在11月选举日前的 一个月左右的某一天 对亨特拜登的指控 涉及他在2018年购买枪支的时候 在一份关于吸毒成眼的表格上撒了谎 亨特拜登的三项重罪 最高是25年经济 和75万美元罚款的刑罚 而亨特拜登属于出犯 未必会受到最严厉的惩罚 在亨特拜登被定罪之后的几个小时 白宫临时取消了例行的新闻发布会 而拜登总统呈专机前往特拉华州的威尔明顿 亨特拜登及其家人在总统降落在 亭金平时与他会面 拜登总统在威尔明顿过夜后 次日启程前往意大利 而亨特拜登则到了他在洛杉矶的家 白宫新闻秘书让皮埃尔不愿意透露 在亨特拜登前往洛杉矶家之前 父子俩在一起度过了多长时间 他说他不会深入探讨任何细节 这事关他的家人 事关他的儿子 他爱他 显然会支持他 99岁的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 现在已经不是每天都能醒来的状态了 这是吉米卡特的48岁的孙子 杰森卡特最近在接受南风生活杂志 独家专访时透露的信息 吉米卡特在2023年2月放弃药物介入 进入临中关怀阶段 至今已有16个月了 去年11月 吉米卡特经历了人生最严重的打击 他的夫人96岁的罗沙琳卡特 与世长辞 卡特前总统与罗沙琳生前形影不离 卡特称夫人是他在一切事情上的另一半 吉米卡特出席了夫人的追悼会之后 就再也没有公开露面 卡特的四个孩子现在频繁地轮流到 佐治亚州平原镇卡特家族的老家 探望弥留之际的吉米卡特 由于不是每天都能醒来一段时间 所以他的家人也无法预测他的状态 孙子杰森卡特说 他正在尽其所能地体验这个世界 吉米卡特是美国第39任总统 在卡特总统任期内的1979年 美国与新中国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 从总统的职位上退了下来之后 吉米卡特带着家人又回到了他们在佐治亚州平原镇的老家 那是个名副其实的小镇 只有600多人 而且远离洲际高速公路 是典型的乡下 罗沙琳去世后 就安息在平原镇附近的一个墓地中 吉米卡特去世之后 便可以与夫人团聚 2019年 94岁高龄的卡特前总统 向媒体透露 时任美国总统的特朗普打电话向他请议 问的问题是 为什么中国的发展那么迅速 并为中国有朝一日超越美国而担忧 卡特告诉特朗普 原因之一就是 中国在与美国建交后没打过仗 而美国却一直在打仗 美国参与和介入的战争 耗费了三万多亿美元 而中国却在一门心思的搞经济 另外 吉米卡特前总统表示 他不担心中国会超越美国 而且还建议特朗普成立一个专家小组 在幕后帮助他改善与中国的关系 夏季来临 虽然新冠疫情已基本结束 但新冠病毒并没有消失 而是以新的变种继续存在 目前新冠病毒的两个变种为KP.3和KP.2 占所有病例的一半 而联邦疾控中心的数据显示 现阶段急诊室接待的病人和检测成阳性的人 均略有增加 密歇根大学传染病流行病学家 戈登说 感染到变种的新冠病毒之后的症状 仍然包括打喷嚏 鼻塞 头痛 肌肉酸痛 恶心 或呕吐 许多人还报告了疲惫和普遍的无聊感 一般来说 接种过疫苗或者已经感染过病毒的人 其免疫力会有所提高 在感染病毒时出现的症状也会轻一些 感染新冠病毒的症状与一般性过敏 或感冒的症状相似 区分两者的最好办法就是做新冠病毒检测 由于有了医治新冠病毒的新药 即便感染了病毒也不必惊慌失措 今年3月FDA批准了一种针对高度免疫功能 低下人群的新药 例如接受干细胞或器官移植的人 12岁及以上检测成阳性的人 可以在出现症状5天内 服用 帕克斯洛维德 这种药物可以阻止病毒在体内复制 并降低更容易患上严重疾病人的死亡风险 还有两种抗病毒药物医生很少使用 一个是瑞德西韦 另一个是莫努皮韦 瑞德西韦以静脉输液的方式给成人和儿童使用 莫努皮韦则是一种可用于降低成人患重病风险的药片 特朗普前政治战略顾问 班农周二晚间紧急向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提出动议 允许他被裁定藐视国会罪之后的上诉期间免于入狱 上个月哥伦比亚特区巡回法院的三名法官维持了对班农藐视国会的定罪 法官判的刑期为四个月 并下令他必须在7月1日之前到监狱报道开始服刑 班农还要求上诉法院在下周二之前迅速对他的动议作出裁决 以便让他有时间就2022年的两项藐视国会罪的判决向最高法院上诉 此前班农拒绝了众议院1月6日暴乱查证委员会向他发出的传唤 班农的律师在周二的文件中辩称 如果班农必须在这个时间点上入狱服刑 就等于阻止他在11月大选前的竞选活动中担任有意义的顾问 最先加入班农法律团队的成员迈克特在动议中写道 政府试图在11月大选前的4个月内监禁班农 届时数百万美国人将向他寻求有关竞选问题的重要信息 这将有效地禁止班农在进行中的总统大选担任有意义的顾问 班农的律师团队还表示 他要求哥伦比亚特区巡回法院全体法官审查班农的上诉 并且在所有上诉途径都用尽之前 不应要求他到监狱报道 班农被判处4个月的监禁 与特朗普的前顾问纳瓦罗得到的判决相同 纳瓦罗目前正在曼阿密的一所联邦监狱服刑 纳瓦罗在被定罪后 和服刑之前也曾做过免于入狱的各种努力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今日美国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